Hello YouTube 大家好 今天這條影片我有些重要事想跟大家宣佈 如果大家有看我們之前的影片的話 就知道我是在一家美國上市科技公司工作 因為經濟環境的問題 我在10月的時候就被人Lay off了 之後的時間我一直都在考慮 究竟我下一步是想做什麼類型的工作 我也有想過會不會想做之前類似的工作 但是因為做了好幾年 工作就好像開始有點重複 自己在反反覆覆不斷在想 究竟我想不想做之前類似的工作 所以我就想決定挑戰一下自己 就是做一些我從來都沒試過做的事 就是創業了 其實要選擇走這條路 一點都不是一個容易的決定 很多人的夢想就是自己可以做老闆 都覺得自己做老闆的話會很舒服 對上就沒有上司管自己 做的事都可以隨心所欲 所以好像所有東西都可以自己控制 但是經過接近差不多兩年的時間 我和Kyle都在經營這個YouTube Channel 就發現其實所有事情都不是那麼簡單 因為很多事情自己都沒有做過 也不知道怎樣去做 同時也沒有人會去教我 究竟要怎樣處理一下這些問題 就好像摸著石頭過河一樣 因為上面已經沒有了一個老闆看著自己 所以自律就變得非常非常重要 必須是長期鞭策自己 就算自己那天可能有少少想偷懶 都要強迫自己完成當日的任務 如果不是的話 我的事情就做不完 所以我也覺得這是一個自我學習的過程 同時也可以讓自己適應不同的環境 就算是在創業初期 都已經要面對很多不同的問題 而且這些需要處理的事項 其實是自己從來都沒有接觸過的 當然就必須想辦法怎樣去處理這些東西 處理這些東西的時候當然會撞板 但回想起來 現在就覺得所有東西都是一個學習的過程 我這幾個月體會的感受就是 打工上班 我也覺得可以說 放工之後就放鬆自己 但如果自己做老闆的話 就要24x7都要上班 不過完成了工作之後 那個成功感真的會大很多 所以我覺得一切都非常值得 說到這裡我就想跟大家宣佈 我要自己經營一個Patreon的頻道了 在這個頻道上面 我就會用我過去九年的人力資源招聘的經驗 去分享有關於工作上面 以及事業發展的知識 我是非常想做一個很有系統的平台 去幫各位觀眾去解答一些職業上的難題 所以在Patreon上面 我會用我接近行業內十年的知識 去講解一些大家比較常見的問題 例如怎樣可以寫一張吸引眼球的resume 介紹最有效的準備面試見功方法 另外我也知道有些senior的candidate 除了自己會去報工之外 有時候也會有些獵頭公司 介紹工作給他們 我會在Patreon上面跟大家講解一下 怎樣跟Headhunter打交道 就好像怎樣去區分 這個Headhunter是一個趨碎佬 還是真的有實力可以幫到你找工作的人 除了我剛才所說的資訊 我也會在Patreon上面 想跟大家分享一些行業內 大家未聽過的一些資訊 例如Headhunter是否真的會用AI工具 去篩走你的resume 以及你如果不接受offer的話 那間公司是否會將你放入黑名單 又或者你收到一個offer之後 覺得數字不太合心 怎樣可以很專業地跟Headhunter 爭取一個理想的數字呢 以上我所說的所有內容 我都會用一個影片模式 定期在Patreon平台上分享給大家 當然我都會提供一些額外的專業諮詢服務 例如怎樣去改善 或者讚寫一份好的resume 去到分享職業上的專業意見 另外也會有單對單的session 是幫大家準備interview 這些全部都是我的強項 其實準備去見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環節 我每次去見功都有幾個指定的步驟 去評估一下當日見功是要說什麼的 當然作為一個HR 我自己本身是一個interviewer 同時間我都要跟其他部門的面試官 進行不同的交流 所以我就知道他們在interview 會喜歡聽什麼 舉例子 HR來說就會比較做一些 偏向general的interview 包括要做一些很簡單的hard skill的篩選 就好像請一個software engineer HR不會很深入地問到項目的細節 或者問一些技術性的問題 相反地HR manager就會想了解項目的各種事項 無論是做project裡面的過程的挑戰 這個project是成功与否 或者你完成項目之後的反思 這些所有的HR manager都會想徹底了解 所以我會仔細地跟大家一一拆解 如何跟不同的面試官準備一些不同的面試內容 另外我也非常明白 作為一個candidate的時候 大家去見功之前內心忐忌的那種感受 因為見功這件事真的可以令到一個人非常緊張 和焦慮的 而這些複雜的心情 是會絕對影響你見功的表現 當然也會令你好像在面試官面前沒有那麼有自信 其實面試緊張 這些問題是可以很容易解決的 所以如果大家想改善一下自己見功的技巧 令到自己可以收到一個心意的offer 和入到一間理想的公司 歡迎找我做一個諮詢的服務 我會針對不同人的需要去提供一些不同的改善方法 去幫到你有效地去改善面試的技巧 同時我亦會在Patreon的頻道上 準備一些我精心製作的教學素材 以及備忘錄 等大家去見功之前 就有一個非常有系統的方法去準備interview 當然我都會提供一些里利的飯本給大家去參考 等大家去運工的路程上就更加輕鬆容易了 如果大家對於我Patreon的頻道有興趣的話 我就會把連結放在下面的介紹欄 大家歡迎去看看 我們的YouTube頻道都會繼續上載不同的影片 因為我們都想繼續和大家分享我們在加拿大的生活 到這裡我都想多謝各位一直以來的支持 因為沒有了觀眾的支持 我們的頻道都不會去到這一步 而且我都是因為做了YouTube之後 就更加了解到自己 還有知道自己興趣在什麼 我發覺到自己除了平時工作之外 都有想向創作方面發展 所以未來的日子請繼續多多指教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們 好了今天這條影片就到差不多了 希望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就給個like和subscribe我們的channel 記得記得記得 也要訂閱我的Patreon頻道 我們下次見 拜拜